我是克里斯丁 在中国大家都叫我丁丁 我目前还在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跨越千年的灵感 多年前的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李白的诗 就像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哈姆雷特 我第一次看了这一首《李白的菩萨蛮》的时候 我其实就想起了我的家乡 因为我的家在美国的西部 西墨西哥州 它其实也是沙漠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愿望 将这一首诗写成一首歌 平丽默默也不知 暗闪你来 伤心碑 你是谁 有声音问我 我是克里斯丁 在舞边尽头 干一杯解愁 在舞边尽头 梦无不休 我是克里斯丁 我来啦 哈喽 克里斯丁 欢迎来到经典泳流传 谢谢 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再次来到了我们经典泳流传的舞台上 其实我们在上一集对克里斯丁就有了解 一个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国女孩 但是呢 又喜欢唱歌 我是打算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 克里斯丁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榜样 让大家能够晓得和知道 诗意和哲思就在你身边 我在就读威斯康星大学的中文博士 我现在在准备我的笔试的东西 所以我在看古今图书集成里面的删传点 对游记还有跟游有关系的诗 所以现在你开始一边读 一边在去感受这些文字当中 有 其实我今天带来的就是 我今年的在中文学习的成果 机票 火车票 给我们讲解一下 去年夏天差不多都在山东走了一个圈 其实我走到最后面的时候 我就多了一个自己的印章 这是我在孔庙最后面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刻的 上面有我的名字 用很古老的文字去刻我的克里斯丁 我去了很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人 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认识了一些山东的饮食文化 非常特别 我觉得它以克为尊 它的主食叫做煎饼 就看起来很像一个古老的书本一样 不是煎饼果子 对对对对 是山东那种大煎饼就硬的 对 它是硬的 是吧 扇纸一样 然后你可以撕下一页一页的 然后咬一口 就感觉好像牙齿会变坚强一样 所以山东饮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入点 但这个又不一样了 怎么又到中卫沙坡头了 这宁夏呀 对 因为这一次选择的诗词是李白的一首词叫做 菩萨满 平林默默 焉如知 其实我选择这一首词的时候 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家乡 但这一首词本来就跟沙漠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觉得我看到了这一首词有思乡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择了它 然后第一次去中国的沙漠就写下了一首新的歌曲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下了一场大的雪 然后沙子上都披上了一个白衣一样 就变得全部都是白的 我觉得非常像我家乡有个地方叫做白沙公园 就站在沙漠上 好像回到了以前小时候站在沙漠上的那种感觉 好美好美 是除了李白那一个部分都是我写的 你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的思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思想的感觉 所以这一首就是写那种心理空间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用掌声 为克里斯丁开启经典传唱时刻 我是经典传唱人克里斯丁 我把《梦不休》唱给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什么指引我聆听耳边的声音 是什么召唤我跟随沙漠的途径 那是谁去摸起弯的云边 是谁去遮掩阳天 那目的的回忆由我盘向云烟 超越地平线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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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荒漫 独作沙丘 沉沉过境面对幸运悠悠 一双白鹿 枯一而飞 下来眼回眸 赴往那远方的路 在无边尽头 该你被接受 在无边尽头 莫不朽 是什么指引我聆听耳边的声音 是什么召唤我跟随沙漠的足迹 那是谁指引我希望的云边 是谁去遮掩阳天 那目的的回忆由我盘向云烟 超越地平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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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指引我聆聽的 耳邊的聲音 是什麼 交換我跟隨 沙漠的足跡 那是誰 卻不問既往的雲邊 是誰取著 鴛鴦天 那目的的回憶 由我盼向雲煙 超越的影線 哎呀 哎呀 哦 哦 哎呀 哦 哎呀 哦 哎呀 哦 哦 听歌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奇妙 就是咱们以中国的诗词 引发了一个美国的友人朋友 突然想他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却用中国的文字 去编了一首歌 中间加了很多的中国风 于是让情感共通了 他唱的时候想的是 他的自己的家乡 那个白白的沙漠 而我们在听的时候 想的却是咱们自己祖国 暮色下的那个龟城 长庭连着短庭 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但那份想念 那份叛家人龟的情感 却是共通的 我特别喜欢听Christine唱歌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 另外一种李白的那种形象 她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方式 来在写她心目当中的那个李白 我特喜欢她那个里面 第一字和那个大鸡月的 砰 砰 砰 她就一直感觉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特别希望Christine 能够在中国多走走 能够多看一看 能够找到更多的灵感 创作出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谢谢 我也希望 李白的这个菩萨蛮 类似像这种格调的诗词 其实在李白来讲的话 不是特别多 比方说李白会写这个 飞流之下三千尺 是吧 但是像这样一个写傍晚时分 平临默默 烟如枝 寒山一带 伤心碧 这个好像从格调上 不是特别像李白 但是这个词这样的写法 可以让我们导引出一个概念 他自己说自己十五号神仙 一生好入名山游 他从年轻的时代 一直到他晚年 他都一直走遍千山万水 所以我自己感觉 李白这种人格 有很多人身上 其实都有这种气质 就比方说克里斯汀 我们上次听他唱的 那个一百万种可能 那我就觉得他身上 其实有点庄子那种感觉 而李白跟庄子 本身也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这首歌跟那首歌 其实在基本的气质上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自由 洒脱 我看到美的地方 我就一屁股坐下来 看个够 写首歌 他能够用汉语 自己自由地来书写 自己这种感觉 并且能够续上 李白的这个词 我觉得首先他有很深的功力 第二呢 能够这样做的人 已经很深刻地了解和体验到了 在李白的这个诗的环境当中 自由怎么表达 因为他这是中国式的表达 他不是一个美国人式的表达 你看他写的这个歌词里边 我特别看到 在无边的尽头 干一杯解愁 在无边的尽头梦不休 这全是中国式的思维 是汉语的思维 我觉得克里斯丁是做得非常棒 不是一般的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去年的夏天 我就开始准备一些博士论文的一些 初步的一些地方 像我去泰山跟老山 就是为了要跟随诗人的脚步 去亲身体验这些地方 还有诗人笔下的这些 场景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去了泰山 就有了解到非常多的东西 譬如泰山本来就有很多人 写诗词描绘它 应该最有名的就是杜甫的望月吧 会当灵绝顶 一栏中山小 对 就之前有背过 但我真正的到了泰山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浮现的就是 李白的《有泰山六手》 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带领读者 去走偏泰山 从最下面走到最绝顶的地方 爬十八盘 然后透过天门 经过了天阶就可以到了绝顶 然后带领读者到了 如初天地间 就是那个大境界 我非常喜欢李白这种超脱天地 这种思想 非常的棒 然后我自己爬泰山的时候 我觉得走在步道 就会发现两旁 都是历代的皇帝 还有文人将军 留下来的题字跟碑文 就非常的悠久的一个历史 然后就泰山好像一本书一样 可以就用很多时间去读它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后来我也去了老山 是因为我在做我博士论文的准备的时候 读到了一个明朝的文人 叫做周山的一个游记 我觉得它的游记非常的独特 它写到的哲学思想 跟它写老山的这些描写 都非常的有趣 可是我在网路上都完全找不到 它的生平的事迹的任何讯息 所以我决定要去老山去寻找它的足迹 就觉得去这些地方 真的可以加深我对这些游记啊 诗啊的很多的了解 可以亲身去感受它的意义 一个喜欢山 喜欢水 喜欢大自然的人 他肯定喜欢李白 而正好李白又写了这些诗 他自然就喜欢了李白的诗 然后呢 因为太喜欢了 就觉得还是写一篇博士论文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走遍山水的一篇论文 应该是富有激情的论文 我想克里斯汀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些 可以去的跟李白 我比较深刻远远的山呢 非常巧合 我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李白 所以我可以给你推荐很多很多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我给你开个单子 就是李白去过什么地方 你尽可以按图所记 谢谢老师 一路去找 但就像康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要因为兴趣而出发 要因为有收获 再踏上归城 从而这一路才会更有的意义 这也是李白也好 庄子也好 特别希望用他们的作品 来指引我们的那份自由和洒脱 所以也感谢今天 克里斯汀带着这个作品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样一份漫游的心情 也期待你有在而归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开启克里斯汀的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克里斯汀 如果你喜欢这一首《梦不休》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分享诗词传唱经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